哇 真的嘉義士消費力太驚人了 嘉義士購物節頒獎典禮上 穿灰色上衣長褲戴眼鏡的 中年男子 接過駕駛20多萬元精品包 他就是今年的消費王 短短三個月就在嘉義士 花了3600萬元 第二名也高達2268萬 消費力超驚人 讓人好奇到底買了什麼 跟精品大包那些有沒有 包括有的不是說要幾百萬嗎 我覺得有人想說 八九十萬 一百萬就很了不起 結果他說三千多萬 我整個嚇到 買了3600萬太誇張了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消費王超低調 但口袋深度卻年年上榜 今年三個月累計3600萬 有上百張發票 去年消費1254萬 前年1500萬 三年下來累計共6354萬元 傳聞是補教業者 這邊也希望我們可以保密 也是尊重每個人的一個意願 身份到消費內容保密到家 消費節也抽出特獎 鑽石項鍊 價值兩百多萬 還有一獎兩輛百萬休旅車 我們的購物節 今年再創歷史新高 超過了7.5億 到美式賣場買一千多元 保健食品抽中兩百多萬元 鑽石項鍊 運氣好到不行 只是消費力前兩名 不是3600萬 就是2200多萬 像一世賀牙狼 臥虎藏龍 最後觀望書宏嘉義報導